嗨各位好 今天要來餵食我們家芭樂 吃跳跳 跳到就是小白熟 哎呀哎呀哎呀 抓不好掉下去了 啊你沒受傷吧 哈哈 哎呀哎呀 好啦沒事了 他目前 我飼養他 到現在大概 三個多月 三個多月 從三公分 哎不是3.5公分到現在 算漲得蠻快的 對啊算漲得蠻快的 那我今天要讓他吃 就是 跳跳 跳跳就是小白熟 小白熟 啊如果各位不想要看到這畫面的話 其實就可以直接 就離開 對因為有的人不喜歡看到這個 吃火體的畫面 所以先 在餵食之前 先 先 給一些 不喜歡看到吃火體的朋友 就忽略到這個影片這樣 OK 我現在要放囉 我現在要放囉 OK 印掉一隻就夠了 把他戴下去了 把它戴下去了 哎呀 掉下去了 其實日齡乳鼠也是可以 但是 兩個價錢如果一樣的話 其實你可以選擇 因為日齡乳鼠的話 像我現在目前這個大小的 牛蛙齁 可能吃個四五隻 對阿你如果跳跳選的比較大隻一點 它吃其實吃一隻就夠了 但阿我還是覺得活體齁 活體的部分 不要 不要常 常餵食 對阿因為 活體本身齁 或者是生死齁 你沒有添加益生菌的情況下 挖它的那個消化系統 本來就比較慢 對阿如果你真的要用的話 就是 隔時間久一點 隔時間久一點 你再喂食 就是久久補一次的概念 大家沒看到 欸 有 有動作囉 準備了 發射了 攻擊 你幹嘛 其實牛蛙長得快齁 跟吃 跟吃 烏魯類阿 我覺得 也有很大的關係 轉個方向 這樣子 阿蛙是這樣子的 你如果再是活體的話齁 只要到它的嘴邊阿 你 包括你自己的手也一樣 如果你不小心被蛙咬到的話齁 你就 就 就去沖水阿 就帶去水龍頭沖水 沖它的鼻子阿 因為挖它呼吸的話 它就是自己的嘴巴就會長開 那我應該很久了 很久沒有 沒有拍這樣子的 影片阿 對啊 因為我最近 也都是用飼料比較多 不然就是 生的牛肉阿 或者是雞肉片 我真的是 現在覺得久久一次阿 給蛙吃好一點 它還有 那個來源阿 就是 你去取得的 不管是活體阿 還是 生死之類的 那個來源 還是昆蟲也一樣阿 那乾淨的程度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以為說 阿 我就去 隨便去買回來 阿 你都自己都沒有注意看那個 活兒的狀態 它身上有沒有什麼 傷口阿 眼睛有沒有什麼疾病阿 之類的 不然你讓你的寵物吃下去之後 是不是也會 受感阿 對啊 所以這些部分都要注意一下 OK 我們這巴辣應該是吞食完成了吧 可以了吧 你第一次吃那麼好 可以了吧 可以了嗎 好啦 OK啦 阿像通常這樣子 它進食完之後 我大概過個三五分鐘 再讓它去泡個水 泡水的用意是 讓它肚子裡面的那個活體 因為蛙會吸收水分 阿它會代謝 代謝它會吸收新的水進去 我覺得這樣對我會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這樣對我會比較好一點 阿把它OK啦 好 謝謝喔 呵呵 呵呵 好 你看 胖的要命 你看 哈哈 好 喔 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